哈囉我是安切 這次要介紹的是 Steam版回流女巫詳細配置 女巫這個職業算是遊戲人口的第二大宗 相對的在組隊挑選上就比較競爭 剛上T3容易碰到的問題就是沒人組 那要如何搭配出既省錢又強悍的高CP回流女巫 我在DC找了一位對回流女巫研究很深入的玩家 會來跟大家分享她的配置 最後也會替大家做個總結 如果你打算玩回流女巫請務必看到最後 OK 歡迎來到安切Blade Game 首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回流女巫玩家艾斯 大家好我是艾斯 我是一名酒店經紀 阿缺錢的女孩子可以找我這樣 阿缺錢的男孩子可以找你嗎 開玩笑開玩笑 OK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刻印配置 我的刻印是用質量增加加回流加速戰速決 這樣去配也可以很省錢 我看目前刻印怨恨幾乎都是主流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沒帶怨恨的原因是什麼 我不用怨恨是因為我用質量增加 然後我也不用無毒娃娃 目前韓版熱門的刻印我都不用 怨恨雖然搶 但它的負面效果是自身受到傷害增加20% 那去打負本的話 那我的容錯率會很低 我可能會變得不敢輸出 所以我不帶怨恨的原因在這裡 然後加上怨恨目前的飾品算是天價 一個至少也都5000斤以上 然後烏毒娃娃的負面效果是 減少治療量的25% 一個副本如果我們帶60%藥水 那也是帶7罐 那補的少 女巫本身就皮薄 烏毒娃娃目前的飾品也還蠻貴的 因為主要是一太貴 二負面效果我沒有很喜歡 然後三打副本沒有容錯率 那所以我選擇帶質量增加的原因在這裡 OK 剛才提到怨恨加烏毒娃娃 容錯率低跟很貴的部分 那是不是代表這兩個刻印並不好 不是怨恨跟烏毒娃娃不好 就如果今天是一個小隻玩家不課金 我會推薦用質量增加 因為質量增加比較便宜 因為烏毒娃娃的效果是 它會減少你恢復生命的25% 它的攻擊力也只有16% 我用質量增加還多2%出來 質量增加它的攻擊速度減少10% 這個影響不大 司法時間只減少了0.1秒 但是比怨恨跟烏毒娃娃的負面效果 這樣的CP值是很高的 我覺得不輸於怨恨 生存率比較高 那你剛提到CP值的部分 還有沒有其他考量 目前質量增加 飾品刻印是很便宜的 一個烏毒娃娃加怨恨3 33的飾品少說也得5000斤起跳 上1370要打日月入的條件 很多人看刻印都是看你有沒有3個3 你如果沒有3個3的話 其實不好找隊伍 除非有認識的 如果今天是一個靈克玩家 要配出質量增加3 回流3加速戰速決3 我覺得是非常容易的 就是你可以花到很少的錢 然後去配到一個CP值很高的刻印 所以並不建議剛上T3的玩家 去配怨恨跟烏毒娃娃 對沒錯 熱門的烏毒娃娃跟怨恨 兩個負面效果如果搭在一起 對於不懂副本機制的新手玩家來說 會變得很沒有容錯率 進去打副本可能會因為負面效果 而不敢去打輸出 OK 畢竟死人是沒有輸出的嘛 對 那你的第4個刻印速戰速決 很少看女巫這樣配 速戰速決是我自己研究出來的 因為韓版那邊目前的回流女巫 是沒有用速戰速決的 但是我主致命的話 我會喜歡玩末日火球落雷這三招 然後徹擊大師那邊是照韓版那邊的 明刻去超過來用的 喔你剛說那幾個技能有點火的影子 對 那這也是你用速戰速決的原因 對阿我這套就算是點火一半阿回流一半這樣 但是傷害其實我覺得不輸點火 OK那剛好提到技能嘛 那就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使用的技能跟三腳架配置 首先我目前用的是這八招技能 熊熊火焰 天潛的雷伐 冰劍 急函召喚 地獄火 元素反應 爆裂的烈焰 末日這八招 先來講末日他的三腳架 我使用的是起火小行星最後一集 如果之後需要用三腳架的話 我推薦優先使用最後一集三 這增加爆傷的這個還蠻優先的 然後小行星跟起火 這兩個如果你有足夠的金幣的話 也可以把它加上 然後我的石頭是使用 技能施展速度增加12%的 火球是起火抓住弱點 然後最後一集 我比較推薦的三腳架是抓住弱點跟最後一集 石頭一樣使用疾風 然後元素反應我使用的是這三個 最後一集跟衝擊波快速準備 然後這三個其實都還蠻重要的 就如果之後要搭配的話 我還蠻推薦先使用最後一集跟衝擊波的 快速準備可以不用 然後技能石頭是狂奔 再來是地獄火 因為我目前技能點不夠 我先把它點到7 我推薦的是起火跟抓住弱點 如果有夠多的點數的話 可以點到火力膨脹 石頭是速型 再來是極寒召喚 我推薦的三腳架是223 不完全支配加3 跟最後一集加3 我使用的石頭是狂奔 再來是兵劍 這三個三腳架我都有用 因為還蠻強的 所以我會把它用到加3加3加3 我使用的石頭是壓倒 疾風石頭夠多的話也可以放疾風 再來就是雷法 我點的是223 我用的石頭是疾風 然後我推薦的三腳架是放墊加3 或是最後一集加3 這兩個還蠻重要的 我會優先使用 這個技能還蠻有爭議的 我打PVE的話打副本 因為你可以使用南逃命運 南逃命運加3也可以 南逃命運會變成普通技能 它會直接施放出去 但是它會吃不到我刻印搭配的 速戰速決3的效果 所以南逃命運的傷害會比 放電加3的傷害還要低一點 但是比較靈活 這個的精神強化可以改成廣域攻擊 它會增加你攻擊範圍的20% 然後如果你使用南逃命運的話 我會推薦你點到廣域攻擊這裡 因為它就是一條直線的雷電射過去 所以我還蠻推薦這個 如果你很缺藍 點精神強化 這個如果你不點廣域攻擊 你點南逃命運的話 你需要很高的熟練度 不然你很容易空技能 就看個人的喜好去搭配了 對 再來是熊熊火焰 我目前是點到刺激而已 我比較懶 我技能點比較少一點 所以我先點到騎火而已 如果缺藍的話 也可以點精神強化 技能石頭我是用出血 如果技能點夠多的話 可以點騎火火焰擴展 然後抓住弱點 這三個 算目前的主流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點這樣 然後石頭就是出血 OK 謝謝分享 那再來介紹一下 你現在使用的套裝 我套裝 目前是用日月露的日套 女巫玩的是主制密碼 配日月露的焦陽式火套裝 這應該比較沒有爭議一點 所以基本上女巫應該就是配這一套嗎 對 沒錯 好 那你的寶石跟卡片 也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的寶石 目前是用兵劍 然後元素反應 天前雷伐 爆裂的烈焰 集團召喚 末日 因為這幾招算是我目前技能組 傷害最高的一些技能 如果寶石銀幣沒有這麼多 可以洗成像我這樣的話 我推薦是可以先有什麼用什麼 這樣 然後再慢慢把它合成上來 但是最終都是9級或10級的寶石 那我的寶石就是會偏向於這幾個技能 我卡片用的是情聖2 然後4張加生命值的 那它的效果是移動技能的冷卻時間減少10% 生命是加8% 我這樣帶 靈活度更高 空格瞬移的時間變得更短 即使今天打不一樣的副本 我也不會變 因為我覺得算是萬中有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好 那我們針對愛死PVE的配置做一下總結 柯印選用質量增加 回流 側擊大師 速戰速決 金錢有限的情況下 先出質量增加 回流 跟速戰速決 剛到T3的女巫 不熟練副本機制的情況下 不建議搭配怨恨跟巫毒娃娃 會大幅降低容錯率 技能三角架與符文的搭配如下 末日 三角架分配123 符文使用疾風 三角架技能全部提升到3級以上 爆裂的烈焰 三角架分配132 符文使用疾風 三角架技能全部提升到3級以上 元素反應 三角架分配333 符文使用狂奔 三角架技能全部提升到3級以上 地獄火 三角架分配1跟2 符文使用塑形 三角架技能全部提升到3級以上 極寒召喚 三角架分配223 符文使用狂奔 三角架技能提升不完全支配 最後一級都3級以上 冰劍 三角架分配311 符文使用壓倒 三角架技能全部提升到3級以上 天譴的雷法 三角架分配223 符文使用疾風 三角架技能提升放電 最後一級 一樣都3級以上 熊熊火焰 三角架分配1 即可 符文出血 如果技能點數足夠 三角架分配2跟2 技能提升火焰擴展3級以上 再來是寶石的部分 增傷與冷卻 可以洗出冰箭 元素反應 天譴的雷法 爆裂的烈焰 然後增傷 幾含召喚 與末日降低冷卻 那卡片搭配的部分 兩張琴聖 跟四張最大生命加4% 總共三套組合 WOW OK 欸那ICE我記得你PVP不打積分牌位 但是你的段位很高 好我目前PVP是2級 就是超級在多兩個階段上去就是2級 對 那可以分享一下你的PVP配置 讓大家參考嗎 我PVP的點法是這8招 旋風 天譴的雷法 冰箭 雙洞 反重力 電磁漩渦 急含召喚 閃電光速 這8招是我平常打PVP的時候在用的 所以醒技能我帶的是一絕 恩比斯卡之力 然後我們先從閃電光速來看 如果我在打PVP的 女巫很少會帶這招技能 然後我會帶這招技能的原因是因為 我帶的這些技能跟別人不一樣 我們先從閃電光速來講 我會把它點到10級 我這裡點的是 麻痺、光運攻擊跟分支閃電 3招 那這招比較少人帶 那我喜歡帶這招是因為 閃電光速的分支閃電 它會發射3個雷電光速出去 我們台灣連到美希伺服器的延遲大概是150、170 那我們去打PVP就有先天的劣勢在 如果我們帶的技能是一些 例如地獄火、元素反應 這些技能延遲施放的速度會有點慢 很容易打不到敵人 那我會選擇比較容易中的技能 所以我選擇把閃電光速點到加10 然後不去帶地獄火跟元素反應 雖然傷害少一點 但是能打中敵人我覺得才是最好的技能 再來就是急寒召喚 急寒召喚我會點到10級 然後我使用的是寒意、不完全支配跟攻擊強化 然後電球我點到8級而已 帶的三角架是麻痺跟廣慾攻擊 這招的話也是可以點到10級 那10級的話就是補上這個 修魔閃電的三角架上面 看更愛好 再來就是反重力 我點到7級 我帶的是廣慾攻擊跟閃電地帶 這兩個不必要點到10級 我覺得點個7就很夠用了 然後雙洞我點到10級 我帶的是寒意、廣慾攻擊跟雙洞碎片 我就點這三 再來就是冰槍、冰劍 我點的是寒意、廣慾攻擊跟冰轟 這三招 不習慣用冰劍的玩家 我覺得可以帶海嘯 蠻不辭言辭的 這個可以替換掉 然後再來就是天前雷法 我也點到10級 算是女巫PVP最高傷害的一招技能 我帶的是廣慾攻擊、南逃命運跟最後一集 這三招 然後再來就是旋風 我也點到10級 是因為最主要的後面這個 這是什麼 预風嗎 看的不是很清楚 旋風丟出去的技能長度會增加20% 比較好命中敵人 對自己的PVP 操作很有自信的話 也可以不帶這個 這個就可以點到7 可以去點其他技能 然後再來就是敏捷司法跟閃電旋風 那我技能三腳架是這樣 那我的特性 我是帶750的迅速 然後250的致命 那我覺得這樣帶有個好處是因為我司法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然後也會比較靈活 跑得比較快 因為女巫在PVP算是一個腳屎棍 那遇到一些比較不友好的職業 例如狂戰、閃打這些職業 就近戰會貼你臉 時候其實是還蠻沒有辦法應付的 還有刀鋒也是嗎 對沒錯 好那女巫PVP的部分一樣做個總結 特性750迅速、250致命 技能與三腳架、旋風333 天譴的雷伐312 冰劍123 雙動121 反重力2跟3 雷電漩渦1跟1 極寒召喚121 閃電光速121 覺醒技能 恩比斯卡之力 那感謝ICE這次跟大家分享 影片的最後是ICE用回流女巫 單挑日月狼的畫面 攻略時間4分51秒 還有其他問題也歡迎到我們的DC 找ICE或者是我 連結依然會在下方描述欄 我喜歡RPG、動作、競速、競技類型遊戲 目前頻道會以失落的方舟為主 如果這部影片有幫助到你 按個讚讓我知道 並按下訂閱 關注這個頻道 對於影片的內容有一些想法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討論 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導演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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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